今天來吃了一間很有特色的日式餐廳 叫做一樂之食堂 就在卓越中心裡面 Let's go 去的方法很簡單 江夏站或者會展中心站 在地鐵站就有路牌指去卓越中心 這次我也是在美團買優惠券 我們一行四人去吃 所以就買了一個四人餐358元 店鋪位於B一層 叫做一樂之食堂 店面也很寬敞很大的 很乾淨整齊 門口也有一個大的廚房 讓你看到裡面的裝修很可愛 因為它裡面全部都是日式的主題 而且它的裝修很多都是日本酒瓶 另外它是用食材插畫放進去 整間店鋪都是 你進來就會看到食品插畫 擺滿了整個店面 非常之可愛可愛 就算是你QR 曲落單 所有的菜式都是這些插畫 所以相當有心思 整體整間店鋪的裝修設計 都別樹一格 值得看看 另外每張桌都一樣 可以開一開櫃桶 拿點食具 紙巾 它又會送薄薄糖給你 還有手套 眼前所有東西都是套餐 就是有兩杯一樂超濃抹茶 它就是一些奶類製品 混合一些抹茶造成的飲品 奶香味超濃 反而蓋上抹茶 抹茶就沒有那麼重的味道 另外一杯又是超人氣 叫做草莓氣泡水 每一杯都會有圓粒 大約四五粒的士多啤梨 再加些氣泡水拌食 差不多台台都會有人喝 這杯草莓氣泡水 除了體質之外 又可以喝 還可以最後拿來吃 士多啤梨是超級超級甜的 最後兩杯公仔媽和公仔妹 都已經一次過吃光 公仔妹就超喜歡喝 最後還拿點飲品 把士多啤梨刺出來吃 就像現在畫面一樣 整間店最出名的主菜之一 TACO 第一件是雪花鵝肝肥牛TACO TACO究竟是什麼呢 等一下我再說 它包了三件 第二件是三文魚TACO 大家不要以為它小小件壽司 它很大件 或者看完這個畫面 大家就會感覺到它有多大件 第三件就是照燒鰻魚TACO 鰻魚這一件非常震撼 因為它的鰻魚很大條 很厚切 放完下來之後 真是意想不到 很大塊 吃這個東西 就一定要用手套 大家在櫃桶裡拿就可以了 TACO 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主要它是用一張炸了的紫菜 包了裡面有些壽司飯 還有一些不同的款式 有些青瓜 或者裡面就會有一個芒果 這樣混在一起吃 口感也很膚大大膽 挺飽味的 三件裡面 唯獨只是鵝肝差一點點 可能煎到焦了 所以就沒什麼味道 另外三文魚和鰻魚這一件 也是非常值得去試一試 鰻魚這塊大到大家拿起手 想吃都吃不到 所以唯有拿匙巾拆開它 分開來吃 而且這件比較尷尬 就是想大家一起分享一個款式 又比較困難 因為它的紫菜是脆的 你很難撕開它一半 所以我吃肥牛那一件的時候 咬完一大口 其他的配料一跌到整碗也是 16元一枝椒入啤酒 小小枝 價錢就不算很划算 還要給個爆冰的紙杯 我不知道做什麼 接著要介紹就是這個 蜂蜜奶落黃油烤麵包 如果喜歡吃Yoga的人 一定要試試 因為它的乳酪味真的很濃 還有一些一片麵 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提子混在一起 加上麵包的口感 真的 吃完再吃 我吃了三片那麼多 麵包看似很硬 實質不是的 它是軟的麵包 就吃了 這個白蒙蒙的又是它店鋪的招牌菜 奶香咖喱烏冬 就這樣看 真的完全想不到它是一個咖喱烏冬 它的表面鋪了一層厚厚奶造的mousse 就這樣看 完全不知道它是什麼 只要大家拿筷子挽進去 它的咖喱烏冬就走出來 這個烏冬又相當有特色 不要看它普普通通一盤 裡面的咖喱烏冬的味 是非常之濃郁的 超好吃的 很重的咖喱味 但是它是不辣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吃到差不多 你也可以把外面的奶油混在一起吃 口感又會有些不同了 味道會再淡了少少 也都非常之特別 大家如果來到這裡 這個咖喱烏冬必試的其中一樣 整體整間店的食物都非常有特色 這個就叫做百味天婦羅 天婦羅很普通 但是它放了一個磅在上面 它又會磅一磅給你看 簡單單單又變得不尋常了 而且它的天婦羅是炸到很乾身的 是完全一些油的感覺都沒有 都是很好吃 之後還有一個鍋物 叫做一樂壽喜鍋 其實美團的券 有三個鍋物可以讓你選擇 大家自己選擇喜歡的來吃 整鍋放上來之後就會撻火 撻完火之後就隨它慢慢煮 但是就是明火來的 如果帶小朋友來就要留意和小心了 煮了它五至十分鐘左右 我沒有鬥過它 它的畫面就變成這樣 因為瘦喜燒 它要吸收所有瘦喜燒醬汁才好吃 還有還有兩顆日本雞蛋 瘦喜燒鍋就很簡單 大家有吃過的話都是一樣的 先把日本雞蛋拌勻 之後就把鍋裡的配料 鍋裡的配料煮完之後是非常熱的 其實你只要撈出來 馬上蘸一下那些蛋汁 就馬上可以幫它降溫 就可以馬上放進口裡吃 大家記得試一下 都是跟餐的 香辣爆汁炸雞塊 看它的樣子 我覺得它是最差的一款 但是小估不到是炸得非常香非常脆 再加上這個不知道什麼醬 非常之好吃 而且這間店最厲害的炸物 是一點都不覺得油 還有這件雞件 辣辣的跟平時吃的炸雞 是完全不同口感的 很好吃 這個串燒就自費了 叫做醬烤提燈 這個提燈這些串燒 又不是間間日式店舖有得叫的 我想試了很久 這些提燈應該是雞的內臟 再加它的蛋 大家不介意吃這些部位的話 一定要叫來試 它在口裡爆開那一下 那些蛋黃的香味是非常之特別的 最後就因為各樣東西都不適合公仔妹吃的關係 唯有再叫多個烏冬麵 丟到壽喜燒鍋裡煮給它吃 因為它不吃咖喱烏冬的 最後為了哄回它 就叫這個鯛魚燒的冰淇淋 雖然職員拿上手的時候 就失手 掉到桌面 不過我們都不介意的 賣相就一般般 但是鯛魚 它是馬上用雞蛋仔的雞做出來的 很軟熟都蠻好吃 但是雪糕就一般的了 這次找到這間店 都是非常之有特色的 其實它還有兩三個菜都很特別的 有一個是鐵板上面 有些奶油再放一個漢堡包上去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看一下這間店 有機會就可以直接去試一下 我也覺得值得去試 地方又近又好吃 這集就講到這裏 希望下一集再見到你 多謝了 拜拜